18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手工艺项目参展 面儿鹏 倪儿章等平时难得一件的艺术品都集体亮相 过年了 春联贴起 灯笼挂出 浙江萧山的小书法家们现场为村民写春联 陕西西安 湖南凤凰 贵州都云 福建永定土楼的展展彩灯 将古城装扮一新 在黑龙江墨河北极村 农家小院的东龙格外喜庆 内蒙古神东煤矿的职工还在井下一百五十米深处 挂起了红通通的中国节 过年了 郑州 兰州 昆明 南昌 乌鲁木齐郊区的农民 捕龙耍师 抒发内心的喜悦 武汉 江低乡 刚刚洗千新居的一千七百多户农民 也敲起锣鼓 鼓起当地特色绝活高龙 四米多高八十斤中的高龙 在农民手中一会旋转 一会翻身 精彩的表演引来阵阵叫好声 江苏宿迁新民村还办起了小村春晚 幽默风趣的表演 让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 山东汝山安徽奇门的农民央歌队活跃在乡村街道 喜气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位观众 在西藏拉兹县 刚从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山上 搬进山下新家的十六户苏村牧民 开心地弹起了六弦琴 跳起了踢踏舞 在辽宁葫芦岛市杨家丈子 近六千户居民在这几年的蓬布区改造中搬进了新家 其余的一千一百多户百姓也将在今年全部住进楼房 过年了 杨家丈子的居民扭起大烟个 憧憬未来的新生活 过年了 吃饺子 在河北石家庄 一场包饺子比赛热闹开场 揉面 擀皮 包馅 眨眼功夫 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在长春 2012 人拉开阵势一起包饺子 来中国五年的外国朋友马瑞和凯西 现场拜师 有模有样地写起了包饺子 清海玉树武警支队的官兵和长期资助的 玉树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吃起团圆饭 在天津举办的少数民族学生迎春联欢会上 各民族学生在歌在舞 笑声不断 过年了 从北国边陲到南国海江 从海岛前哨到雪域高原 坐坐军营 喜气洋洋 年味十足 在执勤少尉 在巡逻路上 子弟兵向祖国和人民献上新春的祝福 祝祖国人民 向全国人民败连 西沙国民 向全国人民败连 公军国民 向全国人民败连 敬礼 西军部队 向全国人民败连 祝祖国白色全市 祝全国人民健康安康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中央电视台2012龙年春节联欢晚会 目前已经进入直播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今晚8点 本台第一套 第三套 第四套 英语新闻频道 西班牙语频道 法语频道 阿拉伯语频道 俄语频道 高清频道 将同步现场直播 《龙年春晚》以《回家过大年》为主题 着力展现大家 小家 国家的情感 将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中 呈现歌舞 相声 小品 魔术 杂技等39个节目 《龙年》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有着特殊情感的年份 《龙的传人》 《龙凤成祥》等节目 将突出《龙年》主题 今年恰逢春晚创办三十周年 《故乡的云》 《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歌曲 将同观众一起重温春晚三十年的记忆 《语言类》节目中 《老代心》是一大看点 《黄红搭档沙翼》表演荆轲刺琴 蔡明将携带三位新人出演《天网灰灰》 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 《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今天的幸福》 也为《语言类》节目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龙年春晚》继续秉承《开门伴春晚》的宗旨 来自山东的农民歌手朱之文 四川广源的《老妈妈舞蹈团》等 都是通过《我要上春晚》节目 从平民中选出的业余演员 今年被邀请到现场观看春晚的嘉宾 既包括像郭明毅邓前堆这样的道德模范代表 和感动中国人物等等 也包括在《最美全家福征集》活动中 评选出来的普通家庭代表 真正体现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全民大联欢的特点 本台戏曲频道今晚安排了 2012年春节戏曲晚会 为广大戏迷朋友呈现一场精彩的戏曲盛宴 新闻频道今晚持续播出特别节目 《一年又一年》 新闻主持人及时采访春晚演艺人员 解密节目制作过程 为您讲述春晚幕后的故事 从大年初一开始 本台纪录片频道将播出纪录片春晚 首次全面展示春晚这一品牌节目 诞生和发展的台前幕后 中国网络电视台春节期间 推出《网络春晚》 打造回家过年的喜庆盛宴 观众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全部节目 还可在我台综合频道财经频道等 收看《网络春晚集锦》 在农历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世界多国政要表达了新春祝福 父母新年万个��게요 新年故意 帮助的是浅荣的愿色 cultural友们 世界、来 beverage 无奈ång 幸福 能力 感谢个움 幸福 春节临近 泰国总理英拉来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参加迎新春活动 英拉与中国驻泰国大使一起 为狮子点睛 在大使夫人的示范下 英拉还学起了包饺子 借此机会 英拉向中国人民送上祝福 金巴布韦总统穆家贝 也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 向全体中国人民拜年 慈旧迎新远在海外 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中国使领馆人员 也向祖国人民拜年 送上新春祝福 祝美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 向全国人民拜年 祝美国祖国万荣常势 祉美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祝美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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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农年大吉 祝伟大祖国繁荣富翔 生争日上 祝全国人民合家欢乐 幸福安康 随着中国农历农年春节的临近 海外过大年的喜庆气氛也越来越浓 在菲律宾春节今年首次被列为公共假日 22号早上几点多 马尼拉的唐人街就热闹起来 在鞭炮声中 舞龙舞狮表演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马尼拉市政府还举行迎春大友情 祝福吉祥福利 在泰国 红灯笼 红条服装点着唐人街 红包 红日丽 红对联 中国糕点 这些春节力必不可少的元素 成为顾客们挑选年货的首选 小摊上摆放的中国红旗袍 吸引了不少泰国人的目光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 一年一度的春节庙会 是阿根廷华人庆祝新春佳节的最重要活动 在紧邻中国城的贝尔格拉诺火车站 管理方用灯笼 中国节 福字等节庆视频 给往日普普通通的小站增添了节日气氛 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雪范围相比昨天有所减小 强度明显减弱 中央气象台上午已经解除暴雪蓝色预警 但是今明两天在湖南中南部 江西中南部 福建西北部等地 仍有中道大雪 几天来南方的降雪给春运交通造成不变 但是江西庐山 安徽黄山这两天的瑞雪 把景区装扮成粉雕玉琢的世界 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人们在冰晴雪运中迎接新春的到来 在冷空气的影响下 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今天都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北京 天津 济南 今天清晨 气温均低于零下十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 春节长假期间 全国平均气温将比常年同期偏低一到三摄氏度 大年初一到初三 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仍维持若阴雨雪天气 气温较低 从初四到初六 西南地区东部 江南中南部等地 维持雨雪天气 未来一周 贵州 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有冻雨 相比南方 北方在春节长假期间 天气较为平静 但气温偏低 除新疆西部 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外 大部分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